福州合一宅有瑕疵 日盛生判需退还14户1.5亿 我们只想要退屋还钱 请日盛生还我们 请日盛生还我们钱来 福州合一宅的成购户 终于等到日盛生要还钱的判决结果 因为法官认定 福州合一宅在失作的一开始 就不符合建筑技术标准 18日判决建商日盛生 要赔14户住户购物款 和违约金1.5亿 让受害的住户感到欣慰 正义得以审想也感谢法官 希望日盛生以后能够提取教训 好好地盖房子 位于板桥的福州合一宅 是由政府和民间合作推动 为让较弱势的民众购买 每瓶只要19.5万 分为A2、A3和A6区 共计4831户 当时还引起民众抢购 但2015年4月地震后 建筑较低的楼层 两柱却出现裂痕 甚至有钢筋外露的状况 住宅安全 令人担忧 有住户要求无条件退屋 却被日盛生要求15%的违约金 让他们气得告上法院 法官根据鉴定报告 发现A2和A6一开始失作时 就不符合建筑技术标准 但考量日盛生不是故意违约 因而以房屋总价的3.75% 计算违约金 判日盛生要退还住户 1.5亿购物款加违约金 对此日盛生则认为判决有失公允 东新闻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